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使约 山的呼唤 人类共舞 生命电视壮严生命的风华 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 《妙法联法经》 《妙法联法经》 随习里面就包含五品 天太家说明这个修行方法 就是从五品位移 由随习功德开始 随习功德里面就是修行这个五回法门 如前文所说 这五回也就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王 所以这五回就具备十大愿的意义在里面 如前文所说 那么如果您学过法法经 觉得好像里面并没有说修行方便嘛 不晓得怎么修法 那么古德已经给我们定下修行的方法 就是修五回 从随习品开始修五回 这就是天太家所说的 原教的大圣教典的修行法门的第一步 经常多拜佛 多忏悔 劝行随习 发愿回乡 这就是入门的修法 那么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功夫之后啊 由此能够成就六根亲近的功德 接下去第十九品所讲的 所谓法师功德品啊 就是说明六根亲近的功德 一个人这个人身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 以无凭的五回修法能够得到六根亲近 那么这里说明这个以法修行的法师得六根亲近 所以叫做法师功德品 这法师两个字啊 现在已经形成出家人的专用了 不过在法法经呢 他并没有限制在家出家 只是依法为师 按照经文所说的方法啊 就是前面的五种法师啊 前面法法经第十品啊 叫做法师品 第十品的法师品 五种法师 就是授词 读诵 讲说 书写 读跟诵 分开来 就是五种法师 能受读读诵 解说 书写 法法经的人 能成就六根亲近的功德 所以叫做法师功德品 功 是功能 德 是德用 功 是修行 德 是成就 以这个方法去下功夫修行 能够有这些成就 所以叫做功德 在一般说 好像功德福德 分在一起 分不清楚 但是实际上 福德跟功德 是不一样的 福德 是福报 有修福 成就的受用 有福德 福德 如果是世间有漏的福啊 会进的 所以 勇家大师在正道歌里面说 诸相布施 升天福 犹如 两剑 射虚空 势力 尽 剑 环 对 招得来生 不如意 或者说 招得都生 不如意 诸相布施 这就是有漏的福报 那么 纵然发心布施啊 这个布施的下布王 没有修到三轮体空 那么 因此 这个柱相的布施 福报 能够升天作人啊 但是升天的福报 再大呀 天福响尽了 也有下来的 所以好像 两剑射虚空 嗯 就是两向向虚空啊 而射箭 虚空很很很高了 那么你的力量再大剑 射的再高的剑 力尽了 它还是要掉下来的 势力尽 剑环 对啊 还是掉下来 那么 就是说福报 响尽啊 还是要受苦的 还是轮回六道 嗯 招得来生不容易 所以 世间有漏福报啊 那是第三世的焉家 功德 是福漏的 超出世间的 能断烦恼的 嗯 才叫做功德 所以 呃 如果以这种说法 福德 世间有漏的福德 功德 超出世间的 无漏功德 能断烦恼 那么这就是 完全不一样了 功德 是只能够断烦恼 了生死说 呃 这个用处就大了 呃 所以 这个 呃 梁无帝的时候 举说 呃 出读大墨祖师来 呃 那么大墨祖师 见到梁无帝 呃 梁无帝就 问大墨祖师说 呃 我自从登位到现在啊 我建庙 呃 渡人出家 血经 弘扬三宝的功德 呃 我做了很多的这些 呃 佛教的事业 不晓得有多大功德 呃 那么这样子问这个 达墨祖师 达墨祖师给他一盆冷水 从头嚼下去 呃 他说并无功德 呃 一点功德都没有 什么 并无功德 呃 呃 这盆冷水教下去 为什么叫做并无功德呢 因为你都是世间有乐的福报啊 你总人是在 那么由此可以知道功德者超出世间能断烦恼的这个功能得用 才叫做功德 那么你以无凭到六根清经啊 六根清经啊就是天台家所说的原教的实性位 这个六根清经啊 这个六根清经就是从实性的初性到实性啊 啊 到实性满心而进入初诸 到了初诸就分破无名分阵法身 就在实性结尾当中啊就能断三件内的剑丝祸 啊 啊 进一步断成杀祸 啊 扶无名 到了第十性位能够把根本无名扶住不起现行 啊 在节目断无名就是正出租了 啊 所以四教仪里面到了第七性位 就是说明原教第七性位啊 已经把建制烦恼断除 啊 已经断 断掉了 啊 那么论他的行 啊 断烦恼的结尾 是跟欧罗汉相起 但是论他所体振的这个教理啊 高深得不得了啊 那么身为人就不能跟他比了 所以 有同处四处 此处为奇 若福无名 三藏则列 有这么四句话 啊 当时 呃 前目王 听了 看到这个教典里面有这么四句话 他莫名其妙 就是看到勇家籍啊 勇家籍 这四句话出在勇家籍 他不了解 所以问这个天台赵果施 赵果施说 这是天台的教典里面的啊 句子 你要去问这个天台的一级法师吧 那么由此因出 把这个天台的教典 从韩国请回来啊 从高历请回来 那么就就是由这四句话引起的 同处四处啊 十处为奇 就是第七性 原教的第七性 为同样断剑施活 啊 跟声文的 欧罗汉 为是相起的 若福无名 三藏则列 啊 如果论能够福根本无名啊 三藏教的 欧罗汉 他就做不到 他连无名名字就不知道了 别说要 要福无名了 而实性 未能福无名 他做不到 啊 那七性就已经开始 福无名 所以若福无名 三藏则列 啊 这个教理 就出在天台的教理里面 啊 法法玄义 啊 里面有详细的说明 所以这个六根清经啊 下面法师功德评所说的六根清经 就是说明五品之后啊 能够由初性到实性 得到六根清经的这个啊 这个功德 所以叫做法师功德评啊 二十八评当中啊 已经前面讲了十八评了 现在这里是第十九评 所以叫做法师功德评 第十九啊 现在我们就按照这个品文啊 科判 加以说明啊 这是明初品果功德 一券流通 啊 丁字下第二 前面是丁字下第一 因功德 是因的功德 现在这是五品修成了果地上的功德 啊 六根清经 而叫做果功德 果地上的功德 来劝流通这个基本二门 嗯 流通本门的这个道理 这是本门的流通分 那么这一章 有两段 啊 先总列数 然后别解释 啊 总列出六根功德的名目 啊 它的数目多少 然后啊 啊 分别 约六根啊 一根一根的解释 所以是 然后列出来啊 啊 叫做别解释 啊 分别解释六根 总列出经文开始 看着经文 儿时 佛告 常经经 菩萨 摩佛山 儿时 就是随习功德评的句诵 说完那个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佛对这个 菩萨众当中 有一位菩萨的名字叫做常经经 阿弥陀经里面也有常经经菩萨呢 经 向前 努力进修 专一无杂 专一无杂 努力进修 叫做经 啊 呃 向前无退 叫做经 常常努力 精进修行 常经经菩萨 啊 呃 呃 常经经菩萨 因为他是注重在修行 自行发达方面呢 没有修息 呃 所以常经经跟不修息 这两位菩萨 经常是在一起的 一位是不修息的 一个是常经经的 常经经就是不修息 不修息就是常经经 呃 要常经经 当然就不修息了 既然不修息 必定就是常经经了 二而一 一而二 呃 走行的 这彼此并没有两样 因为这里讲究修行啦 一定要五品功的成就啊 才能得六根精精啊 所以要对这个 最精进修行的菩萨讲 所以对常经经菩萨 说下面六根精精的话 呃 接下去是佛讲的话啦 佛对常经经菩萨说的话 若善男子善女人 受慈士法华经 若读 若诵 若解说 若书写 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五种法师 法师评里面的五种法师 有这五种 嗯 那么修行的人 这里包含四种弟子的 无论男种女种 嗯 善男子 包含在家出家的男种 嗯 善女人 包含在家出家的女种 嗯 这就不是单对善男子说了啊 女人有份啊啊 也说要善女人啊啊 那么 呃 无论是善心的男子善心的女种啊 啊 能够受慈这个法华经 前面所说的 后面所说的 法华经的道理 你能够直受在怀 认识不识 时时刻刻不忘法华经 因为一直一直读 而读书 书能生巧啊 所以先读 第三是若诵 读书了 够背 能够背得起来 嗯 不用看住经文 能够背得起来 又叫做诵 古人能够背 法华经的很多的 嗯 我们现在根气很顿啊 能背的恐怕就很少了 哦 呃 假如能够背一瓶朴门瓶 已经很了不起了 如果是整部法华经 要背起来 那真是很难很难了 哦 呃 古代出家也要考法华经 呃 啊 法华经能够背得起来 才能够及格呀 那么我们这些 法华经背不起来的 如果在古代出家 都是不及格 啊 都没有办法出家的 因为考是不及格 呃 真正能够把法华经 背得起来的 在古代是很多的 就是几十年前 啊 民国初年那个时候的出家人啊 也有很多都是背法华经的 呃 呃 太虚大师 他刚出家的时候 他的师父就叫他背法华经了 可是他 呃 不到半年了 一部法华经就背起来了 我读了一辈子还背不起来 呃 人一能知几百知 人十能知几千知 嗯 那么他半年背不背得起来 我们就十个半年 百个半年吧 不百个半年不可能的 一百岁哪里有可能呢 那最起码有五十年 嗯 那么要那么长的时间 人家很短时间能够做好 我们慢慢来嘛 一步一步 慢慢来 肯做 努力去读 他总是会的 呃 总是我们没有真正下功夫去背 如果你肯真正下功夫去背 应当是都能够背得起来的 呃 原因就是没有下功夫 不过背要靠记忆力强 记忆力好 最好是年轻 尤其小孩子的时候 那是正是背书的时候了 呃 比较容易背得起来 那么上了年龄了 老了 那就没有办法了 呃 因为年纪大了 记忆力差了 呃 读过得很快就忘掉了 你要叫他背起来就有困难了 所以背的东西 差不多都是在年轻的时候 小孩子的时候 最起码三十岁以前 呃 好好的下功夫 还是背得起来的 我看过有不少啊 不认识字的人 他读课宋 读经文 都是肯下功夫 久而久之都背起来的 呃 从前说过的那个 晒蜡烛的法子 呃 他还不是照样的把一部 愣眼睛把它背起来吗 呃 从前我身上的老修行 呃 没有读过书 不认识字 呃 那么 人们因为人都啊 早上都是上店 早店都是愣眼皱 愣眼皱很不好背啊 他还要做苦工 也没有时间读书啊 每天呢 就是把这个愣眼睛写一句 写一句 一句愣眼睛叫拜托人写下来 写写下来怎么办呢 贴在那个扁单上面 奔搭 他挑东西嘛 每天都要下山去挑挑东西 挑担子上山啊 啊 把这个一句愣眼睛贴在这个奔搭上 边单上 贴在这里 啊 那么先读好 知道怎么读啦 啊 那么读好了 那么下山的时候就挑担子奔搭了 边走就边念 边走边念 还不错耶 他不会跌倒耶 啊 那么上山挑这东西啊 他边挑边看还是念 一天就背一句 一天背一句 啊 不到三年还是把这个愣眼睛背下来 啊 就肯下功夫 没有不成的 啊 是万事起头难 你开头好好下班功夫之后啊 必定有所成就 不会难的 如果说是背了愿眼周啊 啊 我也曾下过功夫背的 那个时候赌两块钱 赌两块钱 我在四头山刚去的时候 十几岁啊 小孩子啊 那么有个老修行 就是物中师了 他鼓励我背了愿眼周 因为其他的不要背 我听过就会了 愿眼周听不起来 他要我背 他是规定我要一个月背起来 如果一个月背得起来的话 他就考了 一个月背得起来给我两块钱 那个时候两块钱很大呀 那么泥水匠啊 大工啊 一天只有八块钱了 八九千背杠 八九千背杠 那么连两块钱啊 人家做工啊 要做两天半 两天半 哦 很不容易啊 他用两块钱这么高的代价 来鼓励我背愿眼周 我一过月不到 二十五天背起来了 那么他就考我了 我真的背起来了 我拿了两块钱 就是为了两块钱了 背了愿眼周 所以真正肯下功夫 不难的 不难 没有读书的人不到三年功夫 也要抱了 把愿眼周背下来 那么法法间 如果你这样子背的话 我想最起码十年 总能背得起来吧 二十岁背到三十岁 总是能够背得起来 就是我们不肯下功夫 不过你不能读啊 读也可以的 看着经文读一样 功德一样 没有分别 没有差别 读也是一样 所以读也是五种法师之一 所以叫做若读若诵 读能够了解经义了 若解说 讲给人家听 要能讲解说 解说如果你要高深的理论 读一能够讲得出来 那就比较难了 你可以学习这个销文 简单的解释 法法经的注解 有一部最简单的 就是句节 句节 法法经句节 记盖 每一句下面 都有简单的几个字的注解 这句是什么意思 简单的注解 就是句节 这是宋朝的文达法师的注解 文达法师注解 这个法法经就是法法经 季节 你要看那么大部的 这个讲义啊 没有办法看懂啊 用季节都是可以吧 现在也有流通本 按那个季节的方式解释 也是讲说啊 前的讲说 第五书写 古代 印刷的这个方式 没有发达 就完全靠写了 金都是用写的 要流通就是靠写 写也是修行 所以古代的人呢 因为要流通佛经 写经 书写佛经 就是修行 以写经做修行法门的 那么古代有很多 尤其写法法经 从前我到 我在石头山 山上有一位老修行啊 他一天到晚都在写法法经 他是用 用描的方式呢 把那个这本的法法经啊 摆在台子上 然后用这个玄纸啊 跟这个 这本的法法经一样大小的 蒙在上面 用描的方式这样子写 一天到晚写个不停 他就以写经 我一修行 一空下来 就写 那么早晚功课 就在大殿里面读诵法法经 我看过这么一种人 专读诵 专书写 书写 也是修行 现在印刷发达了 容易印啊 尤其印印很容易 所以就不必写了 假如你自写得好 好好写 把它做一种修行方法 也可以 假如自写不好 就不要写了 写下也没有人看了 那么招他掉 反而不好 所以毕竟要自写得好 能够流传 写才有意义 古代 写经也是修行 那是五种法师之一 那么这个受词读读诵法法经 讲说乃至书写 这不限定在家出家 也不限定是男是女 无论男女 无论在家出家 都可以做 无论老少 都可以做 所以这个法师是通途的法师 依法为师 依法法经为师 依佛法为师 那么无论任何人 都可以称为法师 假如讲经说法的法师 那是依法师人 做人天师范 把自己懂得的佛法 讲说度人 那是约利他说 依法为人天的师范 就是依法师人 依法为师是自利 依法师人是利他 约自利说 人人都是法师 不是出家人的专利 那么如果你要受识读诵法法经 你当下就是法师 那么不过这是约自利讲 就是自己修行 依法为师 能够讲说给人听 那是依法私人 那按照这个方式去修学法法经的 能够得到下面六根清净的功德 每一根都有他的功德 所以经文说 世人当的 世人 按照这个五种方式去修行的五种法师 无论哪一种人 应当能够得到 当的 应当能够得到 迟早而已 必定能够得到 得到什么呢 眼的功德有八百功德 所以叫做八百眼功德 千二百二功德 八百比一功德 千二百社功德 八百身功德 千二百义功德 于是功德 庄严六根 皆令清净 这六根清净 每一根 各个有他的功德 总和起来 三个千二 三个八百 被八千离 这样子后变起来 正好六千功德 六千功德 哪千 那么本来就是六千功德 那么六根一根一千 不是正好吗 为什么又有千二又有八百 一声 论下 ny 丶 有功的多少的根据,所以解释很多困难。 因此在智者大师之前,有好多法师都讲法法经, 最有名的光泽士的法云大师讲法法经。 他讲法法经还得到天然善发的供养, 可见他的修持的功夫都高, 讲的法法经必定是都很如法,才能得到天然善发供养。 可是光泽讲的法法经,对六根亲近的功德有他一套的说法, 可是智者大师看起来他还是不满意。 因此有一次有一个翻身印度来的初夏人, 看到智者大师住的摩护子冠, 讲摩护子冠由他的弟子张安笔记起来。 翻身懂中文,看过摩护子冠之后, 翻身对智者大师说, 他说你这个道理呀,摩护子冠里面说的道理呀, 跟印度原有的愣眼睛很相似, 有很多地方相同的地方。 佛经没来你就能够懂得这个道理, 这很了不起呀,很赞叹智者大师。 因此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向西拜这个愣眼睛, 希望快一点到中国来证明他的说法。 那么实际上里面就有说这个六根七径的道理。 关于这个六根七径的问题, 为什么会八百千二在这个愣眼睛的第四卷里面有所说明呢? 可是那个时候智者大师, 愣眼睛还没来, 愣眼睛到唐朝才翻译过来, 他没看到, 那么因此对于这个解释啊, 当然会有些困难, 因为找不到经的根据, 所以要讲起来, 要凭自己的智慧去想出一套方法来, 就比较难了。 那么到了明朝末偶一大师的缓发经会议, 这一段讲这个六根七经啊, 他就根据愣眼睛把它补充进去了。 把原来智者大师那一种的解释, 把它散掉, 用愣眼睛解释六根七经功德的分辨, 把它补充进去。 那么就是对这个六根七经的功德, 完全按照愣眼睛里面说的方式啊, 来解释很容易了解, 就不会有所困难了。 但是我们现在不妨来寻探一下, 智者大师当时他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愣眼睛, 对这个六根七经功德八八经二, 怎么样子解释啊? 他的智慧, 他想出一个道理来, 所以在法法文具里面呢, 他有这么一个解释, 他说按照前面法法经的安乐性评, 安乐性评里面说的, 身、口、意三种安乐性, 身、口、意三种安乐性啊, 就是十善法, 就是十善, 身三善,口四善,意三善, 合并起来正好是十善法。 就以这十善为根, 为基督, 每一善法里面具十善, 一善具十善, 那就变成一百个善。 这一百个善法配合十法界里面, 每一法界有十善, 每一法界有十善, 那么由此, 一个善法里面就有十善, 一个善法里面就有十善, 一善有十善, 那么十善就有百善了, 百善里面每一善有十善, 不就成为一千了吗? 正好是一千。 那么以这一千呢, 再加一分别, 自己修行有一千的善法。 教化他人修行, 也有一千的善法。 自行一千, 化他一千, 不就成为两千了吗? 可是还少四千呢? 因为合并起来是六千嘛。 那么这两千要怎么样配合才有六千呢? 他就约这个, 如来是, 如来依, 如来做。 是一做, 各有两千。 如来是, 自行化他, 各一千, 不就两千了吗? 如来依, 柔和忍肉依, 如来依, 自行化他, 不就两千吗? 如来做, 诸法控肺一做, 自行化他, 不就两千了吗? 三, 二三, 不就六千了? 他用这个, 就是以法法经本身的道理啊, 来配合出这个六根精进的六千功德。 如如来依, 大慈悲为依。 作如来依, 柔和忍肉依。 作如来依, 种小民造, 做��法控肺做。 那每一种都有自行化他, 各一千的功德, 因此, 如来是两千功德。 如来依, 两千功德。 如来做, 两千功德。 这样子合并起来啊, 正好不就有六千功德吗? 那么六干千千的六千功德成就了 这个智慧很高啊 很不容易啊 假如不是开悟的人 不是得到出出玄头的人啊 想不出来的 想不出来 他能够就在法法经的当题 体悟出这个六千功德来 不过六千里面 现在经文里面是有的八百 有的一千二啊 有申诉啊 有隐亏啊 这个怎么办啊 他又想出一个道理来 他说这个六干千千啊 如果越已经成就的六干千千的人 是没有多少的分辨 就是六千整齐 没有多少 但是在初学的时候啊 就有多有少了 如果是越庄严功德来说 这庄严有银有素 银就超过素 收缩就减少 因为他引收方面来说 三种比较这个功德收缩起来 就成为八八八八百 三种满出去满出去 银银满满出去的就是千二 这样子啊 合并起来也就六千了 不管他八百也好 千二也好 银地有引数 有高低 有长短 成就的时候 又平等了 并没有差别 就是六千 他用这个伸缩性来说明八百千二 这个很不容易啊 他能够按照这种方式分出这个千二八百 引数分别 那么由此六千功德还是具足 可见这个真正开悟的人的智慧啊 那是不可思议 不是我们凡情所能想象的 叫我们想啊 绝对想不出来 那么就是古代比他再前的很多法师 也没有想出这个道理来 都讲的没有这么容易 可是智慈大师 他没有看过愣眼睛 他能够用这个方式啊 把它解释出来 这是原来法法文具里面智慈大师的解释 后来愣眼睛来了 愣眼睛第四卷里面有明白的说出这个六千功德 他这个怎么样子安排 怎么样子去配合成就这个功德 经文里面有明文啊 所以就可以用愣眼睛的道理啊 来配合解释 因此法法会议就是用愣眼睛的说法 愣眼睛第四卷里面 讲这个六根精进的八百千二 他怎么说呀 经文里面是这样说的 佛对欧难说 欧难 荣获名为众生世界 分别这个众生世界的道理 而因此说出这个六根精进的八百千功德 那么解释说 事为千流 皆为方位 佛对欧难说 鲁金当之 东西南北 这四方 东南 西南 东北 西北 这四为 上下 上方下方 上下为一界 过去 未来 现在为四 方位有十 流速有三 一切众生致望相承 一切众生致望相承 只有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东方西方南方北 北方 这四个方向是确定下来的 上下无位 中无定方 先论这个上下没有办法确定的 因为这个上下必定先建立一个中啊 比如说 这是中 这是上 这是下 可是这个中啊 没有办法一定下来的 这个中 你从东边看来 它变C 从南边看来 它变北 从下方看来 它变上 上方看来 变下 这个中没有标准 中 中间的这个标示啊 没有标准 所以说 上下无位 上方下方 没有定位 没有定位 为什么上下无位啊 因为中无定方 这是经文 上下无位 中无定方 那么上下不能建立 而四位呢 四位不能成立 四位自己 它没有定位 比如说 东南嘛 东南方的位 它是一半南方 一半东方 才叫做东南角啦 那么 南收归南方 东收归东方 东南方的位 建立不起来 东北也是一样啊 一半东 一半北啊 东收归东北 收归北 东北方的位 这个位啊 也建立不起来 西南西北也是一样啊 西属于西边 南属于南边 北也是一样啊 北属于北边 西属于西边 这个四位也是建立不起来 建立不起来 它没有一定的方位的 所以这样子 四处并明啊 四处可以决定 说清楚的 东西南北 这四个方向 东西南北 四个方向 是决定 可以说得清楚的 四处并明 与四相设 四个方位 跟三四相交设 接下去 经文说 三四四三 完转十二 三四各个有四方 四方里面 各个有三四就成为十二 三四四三 那么这样子 完转就成为十二了 那么这样子 再进一步就 流变三叠 一十百千 经文很简单啊 流变三叠 一十百千 总瓜十中 六根之中啊 各个供得有千二百 这是愣眼睛的经文 怎么流变三叠 就是把十百千 就三叠 第一叠是十 那个一是开迟 开迟的数目 这个流 就流动了 变是变化了 把这个三四四三 三四里面 每一是都有四方 过去是有四方 现在是有四方 未来是有四方 三四一十二 四方里面各有三四 三四里面各有四方 第一叠十二 第一叠十二 那么就由这个第一叠十二当中啊 再加上三四各有十法界 三四各有十法界 过去是有十法界 现在是有十法界 未来是有十法界 这样子十法界 每一法界里面有十二 有十二 十个法界就是一百二 一百二 所以第二叠就是白 第一叠是十 叠成十二 三四四三叠成十二 第二叠就叠成一百二十 叠成一百二十 因为越十法界 越十法界去配合 就成为一百二 每一个法界里面有十如是 每一个法界里面有十如是 第三叠第三叠就成一千 每一法界有十如是 再叠进去就成为一千二 一个方有一千二 一个四有一千二 那么这样子凑起来 总合起来就是正好 各有一千二百公断 有六个一千 合并起来就是六千 正好是六千 他这样子把它一一分三个阶段 流变三叠一十百千 那么然后就是正好成为一千二的数目 那么六根就是各有一千公断就成为六千公断 这个道理啊 现在不是在这里讲愣眼睛不好了解 这个文字也很难懂 这是愣眼三观其中之一 愣眼睛有三观呢 三观 这是其中之一 古人有人著愣眼睛啊 因为这个这一观过不了就烧掉了 烧掉了 因为这个流变三叠一十百千 这个三十四三搞不清楚 个人的说法不一样 天台家他是用这个百戒千柔去叠 叠出这个一千二来 那么这个一千二 越这个六根 有的八百有的千二 三个八百三个千二 合并起来正好是六千 那么他为什么会成为眼根只有八百公断呢 愣眼睛也有一意说明的 他说对于这个眼根呢 佛对欧难说 如付于衷刻定有列 在六根里面就分别他的有列 有声的地方 列点在哪里 那么先说这个眼根 如言关键后案前名 眼睛看了 关键后边暗 后案前名 如言关键后案前名 前面是光明的 后边是暗的 你把嘴巴塞的后边 都是长在脸上 后边没有长眼睛 往前看 往前看 前面是光明的 后边是暗的 那么前方全明 后方全暗 左右旁观三分之二 左右旁观 头不要动 头不要动 往前看 而这个眼睛呢 望两边 望两边看 两边呢 能看到三分之二 能看到三分之二 左右旁观 三分之二 后边 这个一半当中呢 他眼睛旁观 旁边 这个一半在这个旁边 他能看到三分之二 后边有三分之一 看不到 因此呢 三分眼睛 一分无得 爸爸出来了 背霸出来啊 为什么呢 前面全明 四白 后边全暗 没有 后边全暗 没有 两边三分之二 那么一边有两百 一边两百 前面四百 左边两百 右边两百 背霸 多好背霸 眼根八百公子 愣眼睛就把你算得 听清楚说 为什么眼根 只有八百公子 他为什么 没有一千呢 因为后暗了 后边暗了 没啥 你外套狂 那不算 你正面看 正面看 正面看前面是全明 完全光明的 所以前面有四百公子 有四百 方吗 方位吗 东西南北吗 前后左右吗 那么前面有四百 后面有四百 左右各有四百吗 这样才成一天二 前面四百全明 后边四百全暗 后边四百没有 左边四百 三分之二 只算他一半 两百公的 右边四百 三分之二 也是算他一半 两百公的 左两两百 右两百 那么前面四百 后面起来正好 背霸当店 多好背霸 听清楚了 不必像智泽大师这样子 去论引说 引说难懂 难懂 这里 这个眼的作用 眼的目标就是看吗 前面明能看到 后边暗看不到 别再来 我讨厌了 那你只看前面四百 两边只有一半 那么就是两百两百 正好是眼睛八百功的 眼睛有八百功的 这是因为我们修阴的时候 因为后边的功力不够吗 没有 所以后边是暗的 暗的就没有功的 明的有功的 你也想跟我外头看我那五了 可是你外头看 头就变暗的 就像 无论你的头怎么翻 反正有一面是暗的 耳朵呢 耳朵一千二百功的 为什么有一千二啊 经文说 如耳周听 十方无疑 耳朵听声音啊 东西南北上下 通通听到 通通听到 你坐在这里 楼上有声音 你听到 假如地下有声音 你照样听到 东西南北四围有声音 通通听到 那么前后左右 所有声音 整个听到 完全听到 论四方吗 四方 一方四百功的吗 那么周围四方都能听到吗 动若 动若民谣 静无边际 动 听声音 有远近 可是论静啊 静静无边际 多远都能听到 大则耳根圆满 一千二百功的 因为耳能周听 都听得到 所以耳有一千二百功的 颜八百功的 耳一千二百功的 今天只讲到耳根 耳根一千二百功的 多一点 鼻子有八百功的 我们下次再讲 阿尔 阿尔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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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十七面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三百只狗孩 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八千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获养近千只的狗孩 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 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今天我将宣讲有关佛法的内容 说法最主要的是帮助别人 以佛法来助人 所以宣说佛法 而且为了改善自己的心 好好的实践佛法 我所宣说的佛法 以意识修 意懂的方式来说比较好 注意较大 因此我以简单的方式来说明 如何实践佛法 接下来要说的是 余山有乐不谈主 所说的谈主是对谁谈主呢 谈主轮回的安乐 因此不应谈主山有之乐 对轮回安乐越来越减少时 我们的安乐就会越来越多 先献起安乐的太阳 才能得到佛果 因此不要贪主轮回至安乐 为想满意义而精进 所说的想满意义的意思是 人生中的幸福越来越多 总之要为自己的幸福而羞耻 因此我们一定要依靠 佛菩萨 佛菩萨所欢喜之道 请你们一定要注意清听 好好去实修处理轮回之心 若无处理心就无法得到解脱果 处理心就是对轮回的受用 身体促锁等等不贪主之心 若没有处理心就无法执行烦恼 无法却是羞耻得安乐果的方法 故不自主地度入三界轮回 而且被伤苦所执摩等等 一般众生只重视今生的安乐与幸福 故无法修持处理轮回之心 所以一定要实修处理心 比如说大部分人追求轮回的幸福 希望享受荣华富贵 因此往往惹出麻烦和不幸 举例而言 在我们人生当中 为了得到自己的利乐 无所不用其极地去做 却只是得到了新的反乱 所以我们一定要一直以为聚得上师 一定要好好清替他的交界 而且无颠倒的时间 不中断的努力时间就会越来越好 总之一定要想尽办法 夜里轮回的安乐 因而得到的快乐越来越多 不然的话 如果偷生天界 再来偷生人 再来偷生恶取 再来偷生畜生 越偷生越不堪 如果像这样偷生恶取的话 就不能修持处理心 因此对轮回的安乐来说 不是一个救济的安乐 护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一切菩萨摩赫摩赫般若扶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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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